众所周知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但是关于他的故事 史书上讲述却没有多少 对于曹雪芹的家世 却是很少有人去了解的 曹雪芹祖先其实是非常富有的 当时曹雪芹家里 被雍正皇帝抄家的时候 到底一共有多少财产呢 然而雍正皇帝 在拿到曹雪芹家里家产清单的时候 心里却都凉了半截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曹雪芹家族的发家史 可以一直追溯到满清政权建立之前 当时满人还没有开始入关 我们都知道 明朝末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闯王李自成 他的势力非常强大 曾经一度把控了中原地区的所有领土 所以他和当时另一个势力很大的军阀吴三桂 联合起来要对付努尔哈赤的部队 但是李自成在部署军队的时候 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心眼 所以就被当时的吴三桂和努尔哈赤联合起来 导致自己的成就一夜之间消失了 而当时在努尔哈赤打败李自成之后 所占领的地方就有一个富甲一方的商人 正是曹雪芹的祖先 曹雪芹的这位祖先带着自己所有的家眷 全部都投靠了秦王朝 因为努尔哈赤刚刚入关要休养生息 所以他非常需要各路富豪的支持 所以他非常需要各路富豪的支持 所以曹家这一股势力的进入 对于努尔哈赤政权的稳定非常重要 当时他们虽然不是皇亲国戚 但是待遇方面已经和真正的满人差不多了 而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 尤其是康熙皇帝把持朝政的时候 曹家开始了真正的繁荣 在这个时候 曹家对于清朝的贡献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 当时曹家人也开始在清朝做官 并且曹家有名有姓的家眷 几乎都在朝廷中有一官半职 当时最著名的一个事件 可能就是曹雪芹的祖先之一曹喜 被康熙皇帝任命为江南之造师 这一事件 虽然这个官职位不高 但是油水可是非常的大 我国江南地区最不缺的东西就是丝绸 而康熙皇帝将曹喜任命为江南之造师 就意味着把清朝经济这块蛋糕上 最大最肥的一块交给了曹喜 而曹喜本人也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 在他做官的时候 把江南地区的丝绸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有声有色 所以不仅仅为康熙带来了经济上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还把自己的家族也经营得非常好 可能这样说大家没什么概念 要用数字来说 曹喜每年的收入接近白银十万两 而当年皇亲国戚当中职位最高的人 一年的俸禄也不会超过一万两白银 正是在这个时候 曹家的声望和财富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不仅仅在朝中拥有非常大的势力 并且在经济上也是旁人望其向背的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 假使王靴四大家族的奢靡生活 其实就是曹雪金家祖上当年生活的还原 但是这世上哪里有的事情是一帆风顺的 家族的发展也是如此 当年曹喜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刚刚给康熙皇帝汇报完工作 结果回到家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到了重病 眼看着就不行了 康熙皇帝还将宫中的御医都派出去了 给曹喜看病 但还是没有挽救过来 没过多久 曹喜就重病身亡 当然曹喜去世之后 康熙也不会对曹家不管不顾 不闻不问 所以他就让曹喜的儿子曹衍 继承了自己父亲当年的位置 但是我们从迷信的方面来说吧 可能真的是到了曹家走贝字的时候了 这个曹衍上任之后 在事业方面跟他的父亲一样 做得也是红红火火 而且他从小和康熙一起长大 所以康熙对他非常信任 但是他跟他父亲一样 曹衍也是在面见过康熙皇帝之后 就一病不起 结果到了他生病后的第二年 也是因病去世 没有办法 康熙又将曹衍的儿子曹智 任命为了江南制造士 但是树大着风 人怕出名猪怕壮 曹家的兴盛和权贵 早就有人不满了 就在康熙皇帝去世之后 有人给雍正皇帝上了一份奏折 说是曹家在江南制造的时候 伪造账本 暗中贪污了不少钱 结果雍正叫人去调查 发现真的在账目上有亏空 所以雍正就立刻让人把曹智下放到了大牢里面 雍正皇帝刚刚上位 其实发展经济 扩充军队哪里都是用钱的地方 他也早就想栽几头肥猪来扩充自己的腰包了 他想着这次把曹智家里抄家之后 肯定会得到一大笔钱 这样就可以弥补国库的亏损了 但是雍正在命人抄家之后 发现下面交上来的清单 不要说纯白银了 就是把所有的家产全部加到一起 连十万两银子都没有 要知道这些流水还不及江南制造师一年的工资呢 雍正心里一下量了半截 他还想着宰一头肥猪 结果这头猪只是架子的里面早就被掏空了 其实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的四大家族的奢密生活 是普通百姓乃至普通官员都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们早在鼎盛时期就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所以最后雍正还能拿到几万两白银 还算是幸运的 如果晚几年再出事 可能雍正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接下来说 曹雪芹把他的三位妻子都写进了《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围绕女性而展开描述的经典传世著作 使曹雪芹倾注毕生经历 用数十年的时间创作和不断修改最终筑成的书 虽然《红楼梦》不是自传 但曹雪芹能完成《红楼梦》 很大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的经历 一、曹雪芹第一位原配夫人梅氏林黛玉 她是曹雪芹的表妹 这位夫人生得美丽娇小可爱 和曹雪芹青梅竹马自有知书达理 喜欢哭鼻子是个小才女 她是曹雪芹的最爱 梅氏嫁给曹雪芹 还有一个非常曲折有趣的爱情故事 据说《红楼梦》中的吊包记 保胎替代玉 就是从这个爱情故事而来的 婚后雪芹两口子恩恩爱爱 还生了一个儿子 可惜没过几年 儿子患病死了 梅小姐也染病而亡 这是曹雪芹一生的遗憾 于是就诞生出《红楼梦》中 让无数人心疼的女主角林黛玉了 她是贾宝玉的最爱 也是很遗憾 早早的相识了 贾宝玉后面 也一直对林黛玉念念不忘 二 曹雪芹的第二位夫人 柳慧兰 薛宝钗 她出身并不高贵 但是她天资聪慧 做事果断 是个能干之人 曹雪芹家境败露后 一直希望曹雪芹能考中功名 享受富裕生活 可是一直没有如愿 所以她对曹雪芹 常常抱以不满 两人经常争吵 又能很快和好 不过长年的争执 让曹雪芹对柳慧兰 还是有些不爽 于是就有《红楼梦》里 最受争议的女主 薛宝钗的形象 我们能从薛宝钗身上 找到很多柳慧兰的身影 三 曹雪芹的最后一位夫人 许方青 史湘芸 也有人指出 许方青只是曹公的红颜之己 两人并没有结婚 但也有后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曹雪芹就是用许方青的名号 《纸燕摘》来点评自己的《红楼梦》的 也就是《红穴》中著名的《纸屏》 许方青是他中年回江南带回来的 更是他的助手秘书 帮他完成了《红楼梦》 他就是有名的《纸燕摘》 提出这一说法的是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先生甚至说这个方青 这个《纸燕摘》 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芸 那我们能在《红楼梦》中 找到许方青的身影吗 最接近他的人物就是史湘芸 史湘芸为人洒脱 性格直爽 乐观豁达 是最适合做红颜之己之人 总之 不管曹雪芹现实中的婚姻 他有几个妻子 在他心中 有一个人的位置 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 这个人就是林黛玉 1762年 曹雪芹的幼子妖王 他陷于过度的悲伤之中 以至于卧床不起 到了1764年2月1日 就在除夕的夜晚 在贫病交加中 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走完了他 40多年的悲欢人生 曹雪芹的一生 非常坎坷和不幸 他用一生写救的《红楼梦》 是曹雪芹留给后人们的宝贵财富 我们很庆幸 能欣赏到这样的佳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